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哥 在台湾从小学校都没有教投资理财 父母也不懂 可能很多人想学 但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入门 上个月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棒方式 超级简单,高收益,风险低 听起来超像诈骗 但是绝对不是 而且我身边很多朋友听完后都直接加入 因为还有很多人希望我教他们 老实想说我干脆拍个影片 我就不用一直重讲 顺便也分享给大家 不过要先声明一下 这个影片不构成投资建议 我只是分享我的做法 如果你投资亏钱,不要跑来骂我 B&B是币安发行的加密货币 那我要介绍的方法就是投资B&B 持有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平均每个月会有两次新币挖矿活动 每一次的奖励大约是你投资金额的1% 如果你投10万就是每个月2千 很像是股票的配息 但是你绝对找不到一个月配2%的 如果B&B能上架股市 绝对会被抢爆 第二个是有超高的涨幅预期 现在加密货币市场有三大超级利好 第一个是比特币ETF通过 第二个是比特币减半 第三个是美联储降息 再加上币安刚推出这个新币挖矿活动 光30天内哦 币安币就已经涨了90%了 你没听错就是90% 从310%涨到600多 为什么涨那么多 因为这个活动实在太好 导致大家买币安币都不卖 保守估计今年币安币上看1千 甚至到2千都有可能 第三个是币安币自己也有利息 定存120天有3.5% 跟前两个比起来好像很少 但是这些都是叠加的哦 第四个是操作相对简单 等一下我会把所有的流程都教大家一次 其实我觉得投资理还最难的是入门 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 就放弃学习投资 第五个是风险相对低 加密货币市场 大家都应该听过比特币以太币 币安币也是其中一个市值很大的币 目前是排在第三 币安币的基本面很好 风险是相对其他加密货币来的低的 我自己呢 大约90%的资产就是拿去买币安币 当然也是在一个月内本金就翻倍了 目前币安币的价格是600 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细线的也才正准备要突破三年前的前高而已 真的是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现在是加密货币的牛市初期 主流的加密货币都很有可能一路往上涨 投资人很少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进入的门槛高 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 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 像说去7-11就可以投资加密货币 所以我们现在加入才有更多的先驱者红利 像今年初一月比特币ETF通过 就是让民众机构有个更简单的买比特币的方式 就在股票市场就可以买了 然后一个月内比特币从4万多涨到7万多 那我这边介绍几乎所有台湾人都在用的入金方式 就是我们要先额外下载一个叫MAX的交易所 那这个交易所是符合台湾法规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我们只是透过MAX来做出入金的动作而已 那当然币安是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 绝对是最安全的 好处是手续费会很低 因为如果你直接入金币安的话 会被收7%的手续费 那这个流程简单来说 就是你要先把银行的钱转到MAX的交易所 然后在交易所内把台币换成USDT 然后再把USDT转到币安 那如果想要提币的话 就是这个流程反过来 绝对是可以出金提币的 我自己也有试过 详细操作方法 第一个步骤是要下载MAX交易所跟币安交易所 下载完这两个APP之后 当然是要注册 那我们先讲MAX吧 就把APP打开 右下角使用者上面登入注册 那我这边有个推荐码 你们使用的话可以节省20%的手续费 注册完成之后 一样到使用者的账号设定内 我们必须把等级提升到Level2 上传你的一些证件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手持证件自拍照 这叫做KYC认证 然后手机号码跟银行账号也都要被认证 认证的时间大概是两天 币安的注册就不需要KYC相对简单 那我这边有一个100美金的交易手续费折底券 扫这个QR Code或输入邀请码都可以 两个交易所都注册完之后 打开MAX点右下钱包 找到TWD 等一下去选择入金 你就会看到他们的银行账号 直接汇款过去 大概一分钟就会收到 那收到之后 你的交易所内就有台币了 那我们直接点左下角MAX 这个是首页 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常换的 也就是台币跟USDT的兑换 点进去之后选择市价买入 数量的话当然就是全部 买下去之后你就有很多的USDT了 接下来到右下角选择钱包 选择USDT 选择发送 就是出金的意思 然后选择提领地址 右上角加号选择新增 那这边我们先插播一下 我们要去到币安把你的钱包地址找出来 打开币安 点左上角图案 下面有个币安的专业版 我们选择那个 点右下角资金 选择现货 选择除值 搜寻USDT 点进去后会跳出一个选择网路 选择TRC20 然后呢就复制一下地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回到MAX 就可以把这个地址贴上 前方名称随便打就币安吧 那上面那个协议的部分 要选跟刚刚一样的 就是TRC20 第一次选地址会比较麻烦 后面就不用一直再重填 在出金的过程 可能会有很多次的认证 就耐心填一下 填完地址之后呢 看你要提币多少 你就选择多少 那这边有个MAX token 如果你没有买MAX这个币 就不要选择 然后按送出 大概三分钟以内 币安就会收到了 币安收到钱之后呢 选择交易 左上角选择BNB USDT 那就可以选择买入币安币 可以选择试价 那看你要买多少的USDT 可以拉拔或是在成交金额输入 然后按一下买入BNB就买到了 至于在什么样价格买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直接买或定投都是可以的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币安的挖矿活动 奖励非常的好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BNB卖出 所以目前的价格是一直在往上飙升 但其实在牛市当中 偶尔也会有20%的下跌 这通常都是主力要制造恐慌啦 但你如果一直持有BNB的话 就不太需要担心 因为BNB是主流币 跌幅不会很大 而且还有挖矿奖励 就很像是抵掉跌幅 坚定的持有就可以了 当你买到了BNB之后呢 一定要去把理财打开 它才会帮你挖矿 选择右下的资金 选择理财 再点一次中间有个理财按钮 然后你找到BNB 那看起来要选择活期 就是BNB收益池 还是定期都可以 那定期就是选15到120天那一个 点击去看你想要绑几天 比如说你可以选120天 年利率是3.5% 然后输入申购金额确认就行了 这边示范一次活期 就点这个活期 然后选择申购最大确认就行了 那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把右上角的一个自动申购打开 但如果你下一次在春节买BNB的时候 就不会忘记要理财 一定要理财它才会自动帮你挖矿 很重要要讲三遍 那这就是完整的操作流程 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之后呢 也就不用做任何的其他额外的操作 每一次新币挖矿呢 它都会自动帮你参与 其实BNB也会在公告区公告挖矿的活动 之后如果大家有比较熟悉见面的话 应该就都会看到 挖完矿之后呢 这些新的币呢 会直接到你的现货账户里 看你是要留着这些代币 等百倍的机会 或者是直接卖掉都可以 像这张是上个月 我推荐我朋友挖矿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它的持仓 BNB是1300多美金 下面的PORTAL跟PIXEL 都是它的挖矿奖励 是不是大约是1% 再多一点这样子 据怎么操作呢 你可以点BN右下角的资金 左上总览 再点加密货币 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所有财产 你可以到现货账户 看到你的挖矿奖励 那你的BNB呢 是在理财账户里面 如果你想把这些新币挖矿都卖掉的话 就是到交易里面 那因为我自己是新币挖矿完 都直接卖掉 账户其实是没有什么新币的 你就是到交易 然后选择呢 你要卖的那个币 比如说AEVO USDT 这个AEVO其实它最新的一起挖矿 然后呢 选择市价卖出 点选卖出就可以了 那要怎么出金呢 其实是就是完全倒过来 首先你要在币安 把你的加密货币资产 全部都换成USDT 当然如果你有理财的话 先解除才可以卖出 那你有了USDT之后呢 到现货选择提现 走到USDT 然后一样用TRC20的方式 转回MAX 那是不是我们又要回到MAX 把你的MAX地址找出来呢 那就到MAX里面的钱包 选择USDT 再选择接收 选择TRC20的地址 显示 复制回币安就可以了 那回到币安 我们有了地址 就可以选择发送了嘛 那USDT到MAX之后呢 又要再换回台币 那换回台币之后 选择出金 就会汇到你原本的账户了 我自己是有出金过一次啦 我记得是几分钟之内就到账了 那一项就是我们今天的 B&B挖矿教学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底下留言 但我还是要再声明 投资建议 如果你投资亏钱 不关我的事 我们下次见 拜拜